怎么样才能吓掉奥特曼 成为一名合格的最终Boss 作为新手奥历练的最后一关 终极Boss可不好当 没有足够强的学历 会被观众看不起 没有造成机心动魄的危机感 也会被观众看不起 看了这么多年的奥特曼 是要一次阿泽感到紧张四季的 还是安佩拉行人 本期光着阿泽 化身暗着阿泽 给各位反卖头的门详细讲讲 最终Boss的正确打开方式 所谓Boss 音译中翻译为老板 公投 领导 所谓一名合格的Boss 怎么可以没有小弟 白的星人有杰盾 驾胆结尔又作家 而我们的黑暗宇宙大公投 安佩拉星人 其手底下有黑暗四天王 夜思源亚波人 谋猎宇宙人第四雷姆 冷冻星人格雷扎姆 恶猎宇宙人美菲拉斯星人 除了谋猎军师 安佩拉星人还有邪教 邪恶伯加如 以及无双铁神英普莱扎这样的侦察先锋 另外安佩拉星人还有黑暗改甲 这种又有自主意识的神装 在整个孟比欧斯的训练历程中 有一半的篇幅 是在和安佩拉星人的手下过招 包持几个小技的出场 虽然孟比欧斯苦不堪言 所以未见奇人弹文其身 还没等Boss登场 只是爆出黑暗与众大公投的名号 就把孟比欧斯下的色色发抖 敬安佩拉星人之后 贝利亚跟其将银河帝国走共同的气质 发挥到了极致 通过一根棍子 控制着手底下进摆的怪兽 装备钢铁龙和黑暗格纳 建立帝国战队 顺势化带的人海战术 横扫银河系 使黑暗五人组 在其面前俯首称臣 强大的实力 让不少奥特曼 听到他的名号就头吞 极极更新的任何魅力 吸引了大批粉丝 以至于被老黑死了又活 活了又死 永远都凉不透 在多元宇宙间 怒刷存在感 这一点倒是值得 安佩拉星人好好学习 作为一名合格的最终Boss 两小弟时基本操作 要是好好触摸一下登场方式 从自身的压迫感上 就能下掉一大片奥特曼 关于营造压迫感 最直接的方式 就是释放黑暗 众所周知 奥特曼是光明的象征 阻断光明 就等于切断了奥特曼的能量来源 这样一来 Boss就有了主场优势 用过这个方法的Boss有很多 炸弹折尔刚登场时 释放出巨大的黑暗 让全世界都入黑暗之中 大火在黑暗中变身 就显得迪迦的光 对比炸弹节奥的黑暗 是多么渺小 皇帝刚刚降临地球时 大手一挥就让太阳扰手殆尽 并且熄灭了地球上所有灯火 一时间地球被黑暗所笼罩 另一方面 奥特兄弟忙于拯救太上 顾不上地球 就让莫比欧斯和西卡利 在面对安培拉西人时屡战礼拜 就算不是最终Boss 普通精英怪又上这一招 也能将威斯卡拉曼 在太罗第24华中 莫罗罗亚释放的黑暗 遮蔽了日光 其共生生物赢热鹅 哪有光就往哪折 让太罗逼不得已返回光之国 搬出奥特之中这种神器 才顺利过关 这一集不管是怪兽的学历 还是引导出的危机感 都比大截局强太多 除了这种方式 还要有一种扎身 终于绝望感的犯法 那就是进行全球直播 向奥特曼被打败的全过程 记录下来 详细放给地球人看 奥特曼光大的身形 以及人类难以洗击的巨大力量 让奥特曼在人们心中 多了一次神性 从小医者的信仰也就崩塌了 绝望成了人世间浅射的东西 但是这招有个弊端 那就是容易激发出人性的光辉 绝望的尽头一定才能是希望 希望的光萌 不亚于奥特曼的光 以下去经常利用人们的光复活 所以下蛋捷恶的死 再次的各位都有责任 要想成为合格的最终Boss 前面铺剑的再好 没有绝对的实力说不过去 要是还没等奥特曼出手 就给人类给东西了 成为最终Boss的面子王大哥 纵观整个系列的所有中级Boss 有时最后发展成了搞笑咖 华雅机型人 别看了 说的就是你 要是在高增场19红柱人 必须凸显出自己的实力 先杀几个正版角色的猪猪猪猪 反正他没有主角光环 死了还能复活 最终Boss起初在虐奥特曼的时候 姿势一定要优雅 安培拉新人一只守恋梦米优斯 一只守恋西卡丽 然后又有主角光环的小梦 在阿光面前消散 同时耗没了西卡丽 这一幕 差点给盖茨的各位放弃了希望 要说优雅 先创者的索格可以说 满足了阿泽对Boss的完美化 而且索格也会让小弟 牵上无数只魔兽德比锡 飞出来遮蔽了天空 让世界陷入黑暗 把戏份渲染得刚刚好 随后神经上望着魔兽德比锡 又可以走过成凯撒德比锡 紧凭一只之力 就让盖雅和阿古如陷入固战 好不容易盖鸟一只 结果又来两只 根本打不完 直接耗尽了盖雅和阿古如的能量 接下来 招显最终Boss人格妹的 这时候到了 一出西光从点而降 一刀却去杀了三只凯撒德比锡 随后以一个天使的姿态 在光谋中光碍落下 顺便为 盖雅和阿古如补充了能量 结局打的声剧 在世界上 却由奥特曼拉开了杀剧 这样的姿态 通过KCP三人组的镜头 现场直播给圣神战药 当所有人都误以为 这次就是主将临时 左哥突然发起进攻 以压倒性的蛇利 将满能力的双奥 我深深打到灭灯 故光无死 奥特曼被打败后 变成人类的过程 通过KCP的直播 展现在全世界面前 保护地球这么久的奥特曼 其实普通人 杀人猪身有木耀 左哥的表现到这里 还算可以 然而奥特曼有主角光玩家吃 不管以何种方式之亡 在最高野鸡中 总能依靠维星的力量复活 所以boss们 一开始装逼装过之后 摆正心态 迎接维星2的一张版就行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这里是阿子 我们下期再见